市长陈其迈出席第九届国际水协会亚太地区会议及展览开幕典礼 陈其迈受访时表示 本次会议聚焦讨论有关极端气候之下的水资源管理 也包括讨论流域管理及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等 多个方面在智慧城市的应用 今天最主要是来参加国际水协会的第九届亚太地区的会议 最主要是要讨论有关极端气候之下的水资源管理 当然也包括流域水资源回收再利用 以及等等在智慧城市的一些应用 今天是我们国际水协会 我们是以国家的会员加入 所以能够争取到在台湾来举办亚太会议 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陈其迈强调台湾以国家会员加入国际水协会 并成功争取在台湾举办重要会议 是一项不简单的成就 他并说高雄曾历经百年一遇的大旱 同时也经历过豪雨等极端气候的冲击 因此高雄更加重视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心 我今天来除了也分享我们高雄 在这几年如何利用大数据 结合AI 在及时的气候的监测 跟整个在深水的利用 来分享高雄的一个经验 同时也借这个机会 能够向很多的专家来讨教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城市能够更有任性 做好水资源的一个管理 因为毕竟在极端气候里面 我们高雄过去也经历百年的大旱 同时有同一个时间又下了大雨 这个都是极端气候来临 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所以我想这个会议 聚集全球的 尤其在亚太地区的一个专家 一定会提供给我们很多更好的一些建议 陈其迈表示 期望这次会议能汇聚亚太地区专家 共同分享经验 为高雄和其他城市的水资源管理 提供更多有利的建议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